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一次性的展演 而是对生活环境的认知以及探讨 我们在观察光的环境的时候 第一个你们都是观察什么 要先看感觉如何 我们到这个广场 你会发觉那边有停车场 这边呢有一个干妈党 然后那个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 所以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活空间 历史跟人的使用是很不同 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 基金会就请当地的詹先生 过来跟我们做一个说明 第一天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疫区共生 我们现在做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宝藏家园 就是居民的生活空间里面的一部分 宝藏对我来讲它就是我的家乡 它对台北市以前叫做一群的围上建筑 可是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聚落文化的宝藏 有很多艺术在这里产生 怎么样让这两个完全不太一样的使用者 可以很和谐把这个光环境融合在一起 又不会太躺住 我觉得这是一个连我们自己 这些感光老师都要学习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宝藏家园在台北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香港根本没有这样子的地方 因为它好像是 在白天的时候你看了整个宝藏岩是这样的对吗 可是晚上你可以用光把不一样的宝藏岩给它呈现出来 一个人我们走进去这样子的园区 那光环境是怎么样子 那这个就是这边的挑战 走到了灯 车到了灯 不会有太多的干扰 我们要考虑到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人 我们这一组是做入口的 他们在观察入口这件事情 对宝藏岩白天晚上的态度是什么 是来这边寻优探访选宝图呢 还是要把它做成像游乐园 灯光闪闪吸引人 这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 我觉得我也好 学生也好 我们是在被教育 就要想看这个社区它代表什么东西 导藏岩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它不是说是一个pure的居住环境 也不是说是一个艺术村 不一样的建筑类居住环境 就是从居住环境到商工区 的那个照明的需求跟relationship 他们也我希望通过这次的workshop 他们会比较sensitive 学员很多元化 表现得出很热情很积极的参与 对于感光老师而言 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你知道吗 就是你跟他们一起 一起在这里 不论是游戏还是活动 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有活力的事情 有各个艺术家住村门牌 然后还有居民的这个信箱 那我们认为这个点 它刚好是提示着大家 这是一个一居共生的场所 必须要被打量的 我们希望能够塑造的感觉 是一个准备进入一个 远离城销的后花园 第二个点是针对保障岩的 那个山门打一些灯 可以暗示它往这个方向移动 桥面的地方 有一些小小的光源 那非常低 那人走在上面的时候 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光 那也可以体现出 这个桥的一个弧形的韵律 在这个历史断面的 这一个部分 我们是把它变成 inside的一种宁静感 然后我们想要呈现的主题 叫做留一盏灯 等你回家 做了这个测试之后 再回想一下 我们从第一次来听到 沾大哥讲 然后听到这边的历史 那再把回扣到 光跟这边的生活 空间跟使用 可以唤起过去 保障岩的居民 跟这个小河的关系 同时还有艺术家的工作 在这边创作 还有游客的探访 所以我们说 虽然过去这条小河 可能只是属于 保障岩居民的一个记忆 但是如果借由 灯光的方法来做 它有没有可能可以成为 未来艺术家居民 共同的一个回忆 可是我们发现 晚上的时候 保障岩的这一块历史断面 非常安静 所以我们延伸了 家里面的闭灯 的方式 打在这里 这个断面 什么是永久 我们不晓得 可是我们发现 最后一个结论 保障岩永远留一盏灯 等你回来 谢谢 我觉得透过这个工作营里面 可能一开始 他们没有想过 原来光是可以用来做什么 所以在这个工作营以后 我希望是 每一个人的参与的时候 对光一定有一个影响 主导性应该在人里面 其实我们工作营 不一定需要 任何结论 因为光对每一个人来说 是一个继续的旅程 后面的工作营 他们有很多 认识点 可以带回 并影响他们对 整个环境照明的看法 很棒的是 它就是从 城市规划的角度 然后民众的参与 然后专业的指导 然后落实到 未来的一个 实现的一个 理想的一个状态 我从刚刚四组的提案里面 我都看到的 就是说大家不是很表面的 去了解这个地方 而是透过这三天的工作营去 很忠实的去了解 保障你那边的工作或生活 它的需求是什么 这几天我也自己觉得 虽然我们是感光老师 可是我也自己觉得生活非常多 我们每次都是希望借由 跟光这个界面去建议出来 更多背后的 我觉得是跟我们生活 或是跟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观 也在一起 光可以赋予这个环境新的定义 可以让人对环境更加的接触 我们参加这个活动以后 除了对保障人历史上的了解之外 讨论出很多很深入的 灯光设计上的建议 光应该是要为人 尤其是居民福利 用心体验这个光 带给我们生活上的乐趣 然后还可以叙述我们各自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